我来介绍一下一首关于24节气的诗 这个诗是为了帮助我们记住有哪些24节气 我们先看看这个24节气的全名 这个一共分为四组 四个季节春夏秋冬 历春雨水荆泽春风清明古雨 每一组有六个 所以四六就是24 这个是按照这个时间的进展平均划分的 我们看这个历就是开始的意思 所以历春历夏历秋历冬就是春天的开始 夏天的开始秋天的开始冬天的开始 但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它要往后发展才更加有这个季节的特点 后边分了几个部分 这个在你们的课本里边都有详细的解释 我就不说了 主要是我来介绍这个帮助你们记忆的诗 这个我把这些字都圈出来了 但为了押韵呢又补上了这么几个字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四句的诗 春雨 京春 清古 天 夏满 芒 蜀 相连 相连 connected together 因为我们有两个蜀字 两个蜀字 所以夏满 芒 下 蜀 相连 秋 秋 秋 寒 霜 降 冬 冬 雪 冬 小 大 寒 好 请同学们跟着我念一遍 春雨 京春 清古 天 夏满 芒 夏 蜀 香 连 秋 处 露 秋 寒 霜 降 冬 雪 雪 冬 小 大 寒 这个我们课文里提到了这个三九 四九 这个三九呢是是这个冬天里边最冷的时候啊 这个冬天里边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 这个不同的阶段呢 就是 它的冷的程度不一样啊 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个民谣啊或者民歌 我把这儿打打在这个地方来啊 我们用大一点的字 用大一点的字 一九 二九 不出手 这个呢我不用打了我上网去找啊就很容易能够找到 我们去Google一下 你看没有这都有了啊 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我就用这个 这个是我知道了 Copy paste 非常简单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 冰上走 五九六九 这个 这个 看阳柳 我小时候记得是 沿河看柳 五九四九 五九六九 沿河看柳 七九合开 八九燕来 九九加一九 更牛便宜走 所以 在冬天的 开始的时候 一九二九 不出手 一九二九 不出手 三九四九 冰上走 三九四九的时候呢 The river got frozen up We can walk on the ice 五九六九 沿河看柳 所以你们看三九就是很冷的时候 然后到了五九六九呢 就是 春天来了 我们 Along the river We see the willow trees 然后七九合开 七九呢 The ice Melted 七九合开 八九燕来 The swallows come back from the south 燕子回来了 九九加一九 更牛便宜走 然后九九 再加一九 那就是十九 这个时候呢 就是春更的时候 It's spring time for Cultivating the farmland 那么这个呢 农药是按照中国北方的气候来说的 我们把它存一下 我们把它存一下 这个 这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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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